好 这里是阿莱Radio中华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中节目现场 我们待会就会跟大家来聊聊快乐是什么 那关于大家来导读一本其实还不错的书 阅读起来其实有一点小小的难度 不过透过我们待会跟老周 那么来这个聊聊天的话 我想很多人可能就比较容易 那么来理解这本书了 现在就要来连线一下我们 这个风传媒的财经主播周祈元 跟大家来导读这本书 香醇的红酒比较贵 还是昂贵的红酒比较香 好 祈元你在线上吗 哈喽 祈元好 是 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们听众朋友都叫你老周了 对啊 对啊 你怎么会有老周的外号 以前就有同事说 因为好像我喜欢的周期一些老东西 比如说老的餐厅什么的 所以后来就叫我老周 所以后来我自己Podcast 就干脆叫老周的节目 你长得像娃娃脸 也不会 也不会 已经到了一个岁数了这样子 在姐姐面前怎么可以讲老呢 对对 你是小姐姐 不是姐姐 不一样不一样 哎呀 好会讲话 对对对 对 我想说 哎呦 我们怎么都跟老周这么好了 这个居家 这样子一个 这个三级警戒 已经差不多一个半月了 对啊 快两个月了 对 快两个月了 你快乐吗 我觉得老实说我没有很快乐 但是人就是这样嘛 就是不快乐 你日子也是要过下去啊 那我前几天在电视上 我就看到那个卫视电影台 在重播那个复仇者联盟 最后一集嘛 然后最后一集演的是说 萨洛斯把世界上一般的人都杀掉 那可是一半人都好 一半人都消失 然后这个时候 美国队长不是留下来嘛 后来他不是参加一个那种 类似那种心灵创伤治疗团体 然后他不是说 我们都其实都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可能都说不出来 但是那些东西都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些人都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我想我们的生活经验 在这一次的一个多月底下 可能也是这样的 那国外可能更严重 因为国外是连续封锁了一年多嘛 你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说你我身边一定有一些 我们喜欢的餐厅不见了 而且大概他们这也不会开了 因为可能他们家人 就是说做餐厅赚不了钱 而且时不时就要被这样封锁 这样害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简单 让我去选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好像在疫情底下 就是怎么去定义快乐这件事情 当然是可以因为疫情而有所变动的 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一定都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有了一些负面的体验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吃的地方 以后没得吃了 可是你是一个很会煮的人 你是家庭主妇 对但是你想想看 像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可能对中华商场都有印象 里面有个点心世界 对 你果然是老周了 对对对 那你看像我们跟现在的年轻人 不要说八年级生 跟我们小孩子说点心世界 他就说不要讲那些老完蛋吃过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快乐 我们定义的快乐 究竟是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还是因为我们怀念那个日子 所以我们觉得它很好吃 所以这个书我觉得 它试着要去从各种方面去定义 还有去解释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价值 然后为什么会觉得快乐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一个快乐 背后的一个心理学 比方说点心世界我觉得好吃 是因为我常跟我爸爸去吃 爸爸不在了 可是那个味道 我觉得让我连结的就是 对食物的怀念 对爸爸的怀念 对其实像点心世界 像中华商场是在中华路这一边 那中华路另外一边 在那个刑事警察局后面 以前有一家非常老的江浙的馆子 叫369 369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去吃 像我是跟我外婆 还有跟我爸爸妈妈去吃的 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 那他就会告诉我说 黄鱼面 怎样 雪菜黄鱼面 然后一些江浙的点心 那我的印象中 我就对江浙的点心 对于369这家点是非常有印象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样子的味道是最好的 所以不自觉的 我们把两种价值 可能混合在一起了 其实就像这本书 它的标题一样 我觉得一开始 我们就可以先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生命中好 比如说我们可能 对最近我们家中 旁边的一家 消失的餐馆 我觉得很可惜 但我们也许可以稍微界定一下 它是真的很好吃 还是因为我们觉得 在这个疫情底下 消失了它很可惜 其实它味道也不错 其实这两者不太一样 对 对那种可惜感 大部分都是一个情感的连结 对 它一定是有一些 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 或者是在你个人的 生命的经验里面 有一些关联性 跟你的家人也好 跟你本身也好 跟你成长的经验也好 有一些关联性 然后你就觉得说 它好像不错 对 那你除了自己煮之外 你有叫外卖吗 或者是有点你喜欢的餐厅的菜吗 会啊 其实我都会去买我们家附近好吃的 或者说还可以的餐厅的外带 我其实不太叫外卖 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东西冷掉 我真的是不太想吃 对我也是 对 那而且那个价格 我觉得如果又要 我吃冷掉的东西 那我就干脆 我自己走远一点好了 反正都会冷掉嘛 那我宁可去支持 那些家里附近的餐厅 我觉得还比较实际一点 对 你都吃什么 很多耶 什么小店 我觉得我平常 就是跟老板谈天啊 或者口味还可以在小店 我都会尽量去支持他 各种口味都有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给他一些支持跟 跟鼓励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就现在 我就鼓励大家 就是说 有一些当然 你希望你在家里面吃 可是有一些 我希望你买一家店 像有人告诉我说 啊我去买一次 能够让他撑多久呢 我又金额没有很大 我说 给他鼓励 给他信心 他可以活下去 而且听他抱怨几句也好 我觉得人彼此 真的都有情绪 对啊 那当然你也可能 你也也许会觉得说 啊我都已经要花钱了 我要听他在那边 但其实说真的 在这个时期底下 谁没有抱怨呢 我觉得大家彼此 给一些支持 一些鼓励 就算你不想听他抱怨 你问候他一下 也是不错的 啊 听他几次抱怨 要不然他刚刚闷死了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讲 对啊 真的 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疫情当中 能够寻找一下自己的一个快乐 这本书说实在看起来 没有那么的轻松 好好看哦 蛮难读的 我说真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很好的去 让你去稍微思考一下 你可能要花相当一段时间 才能够把这本书读完 不过就像他的封面提到的 他是从吃喝食物 然后从信赖 从消费 从艺术 从这些的人的行为去看 你的偏好到底是什么 通常哦 就是当然其实说 待会儿有一段我会讲一下 这个人的偏好 跟你投资的一个表现 其实是相当有关系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节目中分享 我也讲过 就是说 我们可能都觉得 我们是这栋 中广大楼里面 最会选股的人 对 最会选股的两个人 但这有可能吗 对不对 那我们都觉得 我们旁边的人 那个吃苦组合 觉得是低于平均值的 但是大多数来说 就是平均值 或者说统计法则 之所以准确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非常大数 去算出来的结果 所以通常 我们都不会是 那个吃苦组合 最厉害的人 对 我们待会儿来聊这一点 不过这本书呢 他有提到 他就把这个当成标题 就是香醇的红酒 比较贵 还是昂贵的红酒 比较香 这很有趣 你有做过这个红酒的盲测吗 我其实喝过一些号称很贵的 我在采访 或者说在一些餐会中 一定的 对 然后我就很好 各位有这个喝酒的经验 现在听众朋友 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在你印象中 你一定有喝过 人家跟你讲说 这瓶酒很贵 或者说 40年的 某某 某某酒庄的 叉叉 叉叉 这个 几颗新的这样子 那我曾经喝过 比如说 我好像喝过 有一瓶 1994 还有1996年的 红酒 然后 等一下 这个很有趣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这个是下一段 下一段 你怎么知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 风传媒的财经主编 周启元 老周来聊一聊 当记者 一定有人请你喝好酒 对不对 然后先介绍一下 好酒吧 我觉得这个 九几年的红酒 我个人虽然说 也许在写作方面 有一些程度 有一些年龄的经验 但是 我是一个 没有办法用 词语 去形容味觉 喝到一些 什么样口感 果香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在看一些 品酒的 这个品评的 这种文章 我都觉得 哇 这些大哥 这些酒界的记者 跟专业的KOL 太厉害了 他都分得出来 鸡皮 黑醋粒 凤梨 然后 然后什么 土壤的香味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奇怪 我们喝的是同一瓶 就为什么 为什么他喝下去 他一开始是一个木材的香气 然后接下来 这个凤梨 喝黑醋粒 在嘴巴中发酵 我心想 哇 他连顺序都说了出来 这个真的是太惊人了 所以我在喝到 那个九几年的红酒的时候 我瞬间只觉得 这个确实跟我喝到那种 最近五年的红酒 很不一样 然后他有一个厚实的感觉 然后他的丹宁不是特别的强烈 当然 但是他比较老 然后 这个酒有一个 就是我 我简单用词语说的话 就是我不会形容的感觉 所以 所以我瞬间就掉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地步 就是说 这个请我喝的人 好像期待我说出一些 什么很厉害的评语 可是其实我说不出来 那我就开始有这样一个 一个有趣的想法 因为我也曾经在很多不同的场合 喝到葡萄酒 然后我就觉得说 比如说人家说 这瓶很便宜啊 加乐福就买得到啊 什么就买得到 Costco啊 Costco现在特价啊 一瓶599 然后 我也曾经打听过 那瓶九几年 大概多少钱 然后他说 几万几十万这样 然后我就心想 我当然不可能去买那种 九几年的红酒 因为那个都是大户在收藏 那可能一次都买一两项这样子 然后 可是 跟599的比起来 好像这个599的 也没有比较差哦 然后他的口感 或者说 当天喝起来感觉 甚至 这个顺不顺 整个各方面的综合表现 我甚至觉得 两者甚至有平手的机会 所以 我就曾经怀疑过 这样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究竟 他好喝 是因为他很贵 所以你在潜意识 就会告诉你自己说 他一定是好喝的 还是说 其实他真的是好喝 然后你看到他的599 你就会觉得 哇 更好喝 有一个这种互相加成的感觉 还是说 他是因为预设的价钱 所以你会觉得很贵 结果有一次是参加盲测 我觉得很有趣 他会把品牌都遮掉了 遮掉了 不让你看 因为有很多人看到年份 比方他就会知道说 那几年的雨水怎么样 那个葡萄酒一定好喝 盲测 我跟他盲测出来 结果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有一些 大家认为相对便宜的酒 其实喝起来还蛮好喝的 是 你看这跟这个书上讲的 我觉得是不谋而合 对 然后我觉得对于食物的喜好 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通常我们 人家说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 那通常你看快乐 饮跟死被排在最前面 所以通常我们在讲快乐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说一些 吃东西喝东西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它刚好就是从这个酒 这件事情来开头 那我相信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 在生活中 在人与人的互动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经验 什么呢 就是排队 孕芬姐你会去排队吃一个东西 或者是排队等一家餐厅进场吗 我 不会 但是我跟你讲 你叫我去旁边那家 没有人排队的 我也不会去 对 那其实老实说 我以前 就是我以前 还没有结婚以前 我跟女朋友是会 排队等一个东西 如果年轻我也会 我现在不会 对我现在也不会 那你看我 我印象很深 就是台湾有那个 甜甜圈连锁店 Mr. Donut 我印象很深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第一家店开幕在那个天母 在那个高岛屋对面 那个空地 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 去排队 然后我们等了大概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吃甜甜圈 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神经病 真的是 我小孩要是以后跟男朋友去排 我就打断她的队 然后 你是真爱啊 对 但是后来还是分了 那我就很好奇 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很好奇 这个到底是多好吃 因为我没有在日本吃过 但我后来老实说 我自己吃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压抑 就这样吗 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你没有很感动 好好吃啊 当然这场面话还是要说一下 哇好好吃 跟那个时候女朋友讲说 好好吃好好吃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排了三个小时的甜甜圈 各位听众能有多好吃 我后来想想 好像也没有多好吃 但是你就会有一种 你都已经三个小时了 这当然很好吃啊 拜托 就有这种感觉 对 所以 所以人一定都会有一些 类似的经验 就是这个如果用一些 财务的观念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沉默成本 因为你已经花下去 你等下去了 所以他当然值得这个价钱 但是我觉得 就像我常常在调侃大家 在讲的 就是夜深神经的时候 你再问自己一次这个问题 真的很好吃吗 通常答案可能是不一定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 他里面书里没有提到 他说他找一个佩利亚的高层 也是来盲测那个矿泉水 然后呢 很不幸的佩利亚高层 没有喝出来真正的佩利亚 他说的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水 那为什么人类 特别是美国人 很喜欢喝瓶装水 其实现在我们都讲这个ESG ESG 其实瓶装水是超级不环保 然后它也没有比自来水健康 没有比自来水便宜 那完全就是水 如果你说气泡水 对稍微有点不一样 可是水基本上跟自来水 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瓶装水真的是 是这世界上最不环保的其中一种食品 那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喜欢喝瓶装水呢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喝的人 潜意识里面想要让大家觉得 这些喝瓶装水的人自己比较有钱 因为他们有经济的能力去负担一个比较昂贵一点点的水 而且看起来比较健康 所以这个是一个附加的价值感 而不是这个东西本身真的在水的成分 或者说在干净程度方面 有更胜过自来水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人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时候就浮现出来了 所以人要吃一个东西喝一个东西的话 不一定你那么喜欢它 但是你吃这个东西或喝这个东西 可以呈现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他里面提到 他都说英文说You are what you eat 然后我说这个你就是你吃的东西 有意思 那个老周我们又要休息一下 好没问题 总是不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欢迎欢迎理财收活动 我是夏云芬 那么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 就是我们风传媒的财经主编周祈元 江湖人称老周 你在他的podcast上面你就可以知道他是老周 那么有人问说老周是不是每个月都会来我们的节目来导读一本书 对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过一段时间了 好我们接下来跟这个老周来聊一聊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通常它会是一个比较容易被煽动的概念 举例来说瓶装水给人一种高级纯净健康的感觉 当然它也很高级也很纯净也很健康没有错 但它并没有比自来水高级纯净健康多少 本质上基本上几乎可以说是一样东西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形容词 用一些形象的包装去介绍 去让你感受到这个产品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名字 假设这个产品这个食品 假设本身它脆脆的话 通常我们会在它的介绍 或者是干脆在这个名字上面加上一个脆字 所以你看玉米脆片 卖脆机 然后还有什么香香脆这样子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枪炮病菊女钢铁这本书里面 我记得我们有提到过 人类天生对于这种脆脆的口感是非常享受的 所以人的大脑会记得那个很好吃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洋芋片要设计的这么脆 炸的这么脆 就是因为它要让你感受到那个强烈的味觉 刺激会一直吃 对 你还让我想到卡丽卡丽 对对对 卡丽卡丽也是 因为这个书里面就提到 它说如果一个很有营养的饼干 它的介绍是说它是大豆饼干 黄豆饼干 那它可能就没有什么人会觉得好吃 这就是一个形容词 听觉跟视觉的一个介绍的威力 所以你看像刚才我们讲的瓶装水 瓶装水其实也是 所以如果说我们回到酒这个例子的话 如果我们先像你讲的这个盲测 盲测之所以需要不看到任何的介绍 不听到任何的介绍 就是因为你不能用它的前面这个价钱 它的产力去影响你对它的评价 像它里面在吃喝的这张 它就有提到一个非常强力的这个标签的评价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你喝一瓶所谓的特等一级波尔多酒庄 你就会觉得那些特等酒庄的它有木质的味道 它有多层次的口感 它的口感藏起来圆润和谐 你讲的我都挺想笑 对那可是如果你被告知说你现在喝的是一般的餐酒 就是一般餐级酒它没有等级 酒庄也不是一级的 那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口感木木的麻麻的 酒味弱丹宁太重了 没有什么厚度淡淡的 你看如果被告知的等级不一样的时候 两边的形容词会是如此的不同 所以你会不自觉的觉得说 这个you are what you eat 你通常会觉得我的意见 我的挑选是比较够格的 比较够水准的 所以呢我们倾向去选择那些听起来比较厉害的东西 那如果说酒是这样 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只是举这个书中的例子 不是叫你喝酒喝酒不然开车 这很重要 如果酒是这样 你要不要跟大家聊聊 你说这个偏好跟投资有关系啊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甚至认为说 这两者其实隐藏 它背后其实投资哲学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就拿这个中文版的书名来说的话 因为它英文版的书名是说 How Pleasure Works The New Science of Why We Like What We Like 好这个比较复杂 先不解释 那中文版我们给的书名是说 香醇的红酒比较贵 还是昂贵的红酒比较香 我就拿巴菲特来做的例子好了 巴菲特早期的投资哲学 跟最近这几年 他开始买Apple这样子的哲学 是相当迥然两意的 所以我们在看待今天的巴菲特 跟他以前在学习葛拉罕 烟屁股哲学时候的巴菲特 两者的投资哲学 有一个明显的分野 刚好这本书的书名前半段 香醇的红酒比较贵 我觉得比较接近的是烟屁股的哲学 昂贵的红酒比较香 比较接近的是今天的巴菲特的哲学 让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以烟屁股哲学 就是说你可能 举例来说 你可能会寻找那些 股价净值比低于1的 股价低于净值的 他账上有一块很大的地 然后从来都没有重估的 或者说呢 他有一个很强悍的 很厉害的子公司 但是这个子公司的投资的获利 长久以来并没有被大家算在 他本身母公司的营运的业绩里面 那长期就像是一个挖地一样 一个坑一样 这个地方价值低于 价格低于价值 真实的价值 所以呢 以前的巴菲特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烟屁股的哲学 他可以捡起来抽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买这样子的红酒 CP值比较高 投资这种股票 CP值比较高 所以烟屁股哲学 就是专门找那种 价格低于价值的 长期持有 等他价格股价涨上来 差不多等于价值 或者是超过价值很多的时候 他就把它卖掉 那你看 香醇的红酒比较贵 是不是意思是说 这个红酒本身 其实本质是非常好的 对 然后呢 所以他有这个贵的价值 他有上涨的潜力 所以比较接近的是 烟屁股的哲学 那昂贵的红酒比较香 他就是一个预设的 就是说 因为他很贵 所以他一定会很香 那他之所以很贵 是因为经过很多专家学者 比如说什么 法国五大酒庄 然后等等的 他就是很多的专家品评过 他这个地方葡萄非常棒 风土非常棒 所以酿出来酒当然就非常棒 那当然他的价格也就很高 这是很合理的 你看有没有像现在的 这些航运股啊 或者说Google Amazon这样子 就是因为大家都说 你看他获利很好啊 他在一个强势的产业里面 而且他有非常优越的竞争的位置 所以他的价格高是应该的 那我觉得老实说 我觉得这两年的巴菲特 他从他买苹果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我觉得比较接近后者 也就是说 他慢慢认同说一个好的东西 这个稍微贵一些没关系 但是他以前可能会买的是那种 以前可能在酒的平等里面 没有那么贵的酒 但是喝起来不错 所以我觉得隐藏是一个风格的转变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你是哪一种人 这点蛮有趣的 我本来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收藏这件事情 因为我早年我曾经访问过 曹星成先生 Robert曹 那我就问他 因为那时候他介入这个 收藏品的一个世界 世界百大厂家 对 可是他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 还有年轻访问他 然后我问他说 你怎么介入 他说呢 我就看那个封面 我挑最贵的 一定不会错 他真的是这样讲 所以这个是 大厨的红酒比较香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讨论 好 我们持续要跟老周来聊一聊 因为我们从食物 然后我们从艺术收藏 来看看 什么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然后自己成为哪样的人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可以看到 我们那个老曹 你看老曹跟老周 对 大家都叫他Robert 他的品味 你看他 我觉得他蛮霸气的 我就是买封面的 就不会错 你想想看 他的艺术眼光 就来自于他买昂贵的 买封面的 不会被骗 但有很多人 其实在艺术那条路上 也吃了很多的冤枉路 他买一些 他觉得未来会增值的 后来并没有增值 所以这就回到就是说 你喝的是 我们要把这个句子的主词 跟形容词要分清楚 你看 你要买的是香醇的红酒 还是你要买的是昂贵 对 因为通常我们买封面 当然都是买到昂贵 当然如果也买到昂贵的香醇的红酒 那没话说 那真的是你 真的赚到 但很多时候 我们花钱 是为了要买到好东西 还是要证明我们有钱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就是你通常艺术收藏 我觉得多多少少 应该都也是要想要证明自己有钱吧 可是有些人他们告诉我是要证明自己的眼光 他们买对了还会增值 气死人 这个是最完美的事情了 对 但是通常人生这么幸运的人不多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艺术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他能够被证明彼此到底谁有道理的难度比较高 那他书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跟艺术有关的例子 我觉得就很经典 而且也上过新闻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 叫做提琴手 叫做Josh Abel Josh Abel他用一把350万的美元的提琴 然后是1713年这个名师制作的 然后他前几天在波士顿的交响乐厅刚刚演奏过 用这把琴 然后他演奏完了之后 他就跑去车站前面 去那个华盛顿的地铁站前面 然后装成一个街头艺术家 然后一边拉琴 然后就一边看到底有谁会给他钱 那大家觉得好不好听 那他记录下来说当中 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大概经过一千多个人早上的时候 然后他一共演奏了六首歌 然后大众似乎都没有听觉得很厉害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一千多个人都赶着上班 让他赶着赶着回家 所以并没有热衷于他的音乐的表现 那后来这一个小时下来 这个Jack Chabelle 他一共拿到32美金的小费 好像也不少啦 就是说32也不能说少啦 但是你能说大家都热爱音乐吗 其实他用一模一样的设备 用一模一样的手法跟技艺 前两天才刚刚在波士顿表演过 那当然那个收费一定是很贵的 350万美元 350赚的提琴 说真的我觉得他敢拿那个东西 在这样子大庭广众之下 因为据我所知 其实华盛顿DC的治安不是很好 那他敢这样子拿那么贵的琴 在那边表演 我真的觉得他很伟大 那他这个实验 就是这个行动艺术实验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欣赏一个产品 或者说一个艺术一个表演的时候 他在什么地方 用什么价钱让你被欣赏到 然后你有怎么样的感觉 你是穿什么衣服去的 这个其实这整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就像说真的 我们现在都在家里工作 那我们的背景 可能我们这个work from home 这个软体会议是图片可以自己换 我们可以换在赌城 罗浮工什么都可以 那可是实质上我们是在家里 所以我们的整个工作的氛围 那个感觉是心里的那个设定 跟在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很多人 或者说很多主管都会认为说 在家工作的效率会比较差 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毕竟现在就在家里 所以你不用穿着衬衫 当然也是有一些人会建立一个仪式感 就是说每天还是穿上班穿的衣服 对你就会有想上班的动力 对对对 所以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说 即便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这个书里面举的这个例子 也告诉我们 它会得到这个外界完全不一样的feedback 这再再说明了就是说 我们你说外在重不重要 超重要的 对 外在真的是超重要的 这也就是从他书里面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端倪 不过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 也就是说为什么男人会选择一个 比方说玫瑰花500块钱 你就买500块的玫瑰花 送给你的女朋友 或送给你的老婆 可是你也可以拿500块钱 给你的老婆 对丢在她脸上 对 拜托你不要丢500 你至少要丢50万 丢500美元 美元就OK 还是会被打 对 对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会让女人快乐呢 这到底是 这是要怎么判断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就是说在礼物这件事情上 好像我们的想法跟我们衡量的高低的基准 好像就反过来了 对不对 对 当然很多好礼物是很贵的 比如说头等舱的机票啊 比如说一颗大钻戒啊 这个都是很贵的 没有说 但是也有很多会让女性感动落泪的礼物 其实没有那么花钱 而且有趣的是你绝对不能直接拿钱出来 所以这个价值跟价格之间的代换 我觉得在礼物这段里面 我觉得他讲述到的东西就非常的有趣 因为他说你去朋友家吃饭哦 你绝对不可能说吃完饭之后拿一张20块钱的这个美元的钞票出来 然后跟他说哇 真的这餐饭真的太棒了 人家会觉得你是神经病而且好像很冒犯 可是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挑一个好礼物 那什么叫好呢 多好 那应该是怎么给呢 当面给 还是事后寄给他 还是说交给这个负责下属的女主人或男主人 到底是哪一种呢 所以价值跟价格 我觉得他在讲述这个礼物这段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 对 那你有没有就是收过 就是你觉得不错 或者是你送过这个礼物 让人家觉得真的是满心欢喜的 但你说在国外的案例 说实在到朋友家都会带一瓶酒 或带一束花 我觉得会带一个很简单的礼物 它未必会很贵 对 像我曾经说过 就是以前我太太在结婚前 她跟我做过一个生日礼物 就是她把我那个时候做过的报道 她去买那个杂志把它剪下来 然后就做成一本 然后我就心想哇 这会不会太感人了 哇 就是哇 这位女孩也太有心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哇塞 真超感动 就是她没有花很多钱 然后她就把那过去那一年的 所有的报道都剪下来 那个心思要花多少 难怪你会以身相许啦 我们先休息一下 剪下广告 好我们跟周启元老周来聊一聊 你有没有说 对你这个老婆送这么一个珍贵的礼物 说实上你说没有花什么钱 可是那心思呢 那怎么计价呢 对所以价值跟价格 就再一次在我的心中被衡量了一次 我就觉得哇 这个价值超级高 那你送过她什么样感人的礼物呢 我送过她也类似的东西 她做过的一些作品机 我把它做成一个就是类似短片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我这招是模仿她的 以前我真的不会这个 然后我可能会送的是一样东西 一样什么 然后像我我其实有个小小的习惯 就是我每次去出差去国外的时候 我都会去当地的星巴克 帮她买一个城市杯 因为我知道她很喜欢那个城市杯 然后所以我每去任何一个地方 哪怕那天飞机已经快要来不及了 我都一定会就是找 用Google Map 或者说其他的方法去找到 叫自然车司机带我去那个 那个Starbucks 然后一定要买一个当地的杯子回来 对 所以你想想看 我觉得真的送现金跟送礼物 真的带来截然不同的一个感受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习惯过年的时候 送红包嘛 送红包给小朋友给长辈 但是好像这个快乐 如果真的以程度的衡量的话 是不如送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东西 对但碍于说小朋友可能 他没有生命中太多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感受到很强烈的珍惜的事物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可能选择送现金的是比较多 对 就是真的是年纪有差了 然后对于这个快乐的定义不一样了 没错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快乐的方程式 我觉得首先如果你不快乐的话 如果现在你觉得就是少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把那个东西写下来 你到底你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我不能去墾丁 因为我不能去日本 像我现在很明确的就是因为我不能去日本 所以我会觉得有点遗憾 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你的缺少的部分的真正的癥结所在 然后我可能不会建议大家怎么样去修复它 或者是克服它跨越它 反过来就是说 那你现在你觉得还过得去的是什么事情 让你感受到还可以的是什么事情 那这个东西显然是在这个疫情底下的这段时间 表现得还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其实我并不是试图要安慰大家说 好像你看你还有饭吃啊 像爸爸妈妈长这样说 你还有饭吃啊 所以你不要再挑了不要再写了 也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们应该还有机会 再完成一次你想要完成的东西 但在那之前可能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一下 这个你现在觉得还过得去而已 而已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它真的是而已吗 还是它其实是一个很难被达成的东西 你应该为此高兴一点 所以你觉得只是要把它写下来 然后自己花一点心思评估一下 对我觉得一定会 心里一定会有对某些东西有缺憾啊 有不满 那我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把这个东西拆解出来 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们年龄毕竟是有差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看完之后 我对于快乐的一个方程师或定义的话 特别在疫情之下 每个人都难受对不对 有时候我看到那个电视新闻我也难受 但后来我一直想到有一个人讲一句话 对我还蛮激励的 他说微小的快乐足以春起庞大荒凉的人生 所以我现在就在生活当中找一点点很微小的快乐 我连看到那个天空很蓝我都觉得很快乐 我连就是那个开车停在路边看到一朵小花 我都觉得很快乐 对我也试着告诉自己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咖喱饭煮得很好吃 或者说我今天这个汤煮得很好 我就会觉得相当不错这样子 对我觉得食物是最疗愈的 我觉得讲真的 对因为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 人类可能是动物里面唯一会不断的去尝试挑战那些很刺激 然后本来你可能不愉悦的东西 对啊什么苦啊辣的 苦辣酸 这些动物比如说你喂一只狗一只猫 它绝对不会吃的 它不会吃第二次 因为你只要养的动物 它绝对会知道你要骗它 所以它这些味道 它一闻到它就不会再尝试 这一段我倒觉得蛮有趣 人就是很好玩 对所以你看苦瓜 你看麻辣锅 然后一些酸酸的一些食物 或者说我记得北欧有一种叫做蹄鱼罐头 听说那个很臭 对蹄鱼就是加在我们的凯撒酱当中 但不能加太多 那你说鱼露你说也是很臭啊 也是有点味道 但是你加一点很香 所以人类真的是会强迫自己去慢慢爱上这种东西 比如说还有一个 它另外一张艺术那一张 它有提到恐怖片 恐怖片也是 你明明觉得吓得要死 你为什么会慢慢的喜欢看恐怖片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不是自虐吗 但是人类就是这种表现 就是它有一种 它有一种 试着去不断挑战的那种心理的层次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如果说谈了很多吃跟喝的话 其实现在宅在家里你可以干嘛 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些你想了很久 但是都没有看的电影 对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对我觉得人类真的很奇怪 会制造苦吃 而且会知道苦才会知道乐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疫情之下 我觉得这本书看起来 其实他花一点时间看 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你上个厕所 或者是你在餐桌上或书房 一下就可以看完的 你可能花个两三天的时间看完 可是透过我跟老周这样分享之后 我想大家对这本书应该会更有兴趣一点 更容易入手一点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风传媒的财经主播 周启远 老周 谢谢 谢谢 希望下个月能够见面 谢谢 好 谢谢 我喜欢103 我喜欢队呻 unav ana